花蓮強震第四天 搜救隊員出動要前往天翔 準備接回滯留在精英飯店的民眾 但天氣狀況不佳 霧萌萌一片 雲層又厚 搜救隊員挺近 總算是一趟又一趟 把民眾接下來 在搜救隊員殘服下 民眾緩緩走下直升機 平安歸來的喜悅 藏也藏不住 還有民眾特別向搜救隊員致謝 碰上強震滯留在山區 而這回跟著從山區平安撤下來的 還包括三名外籍人士 六號登天總共從天翔 平安撤出55人 對 更好 對 更好 在那裡有一點壓力 因為你沒有資訊 我們沒有資訊 否則全都會好 所以全都好嗎 全都好嗎 全都好嗎 全都好 你覺得如何 好 由於精英飯店 老弱富盧多先行撤離 而另一頭位在天翔的西寶國小 特搜人員 攜帶大量物資進到學校裡頭 確保師生物資充足 不過由於西寶國小內 有名懷孕的老師 以及一位身體不適的學生 先接駁到了精英飯店 預計7號貼後許可 就可以接回西寶國小 44位學生以及14位老師 受到長正影響 刪除網路中斷 也要受困在天翔的民眾 飽受驚嚇 救援任務不停歇 搜救隊員卯足全力 要協助受困民眾盡快回家 3d show